不过您相信吗 其实做好环保真的还能够拿来当饭吃 我们就来带您看一看台南市的例子 自从这边实时垃圾不落地之后 环境空间是大改造了 因为这个干净美观的关系 所以台南市的观光人次 比起八年前整整成长了256% 而台南市长许天才就说 要把府城的美借由干净的环境 让游客感受更深 走在台南市现在真的很不一样 南台湾的阳光依然耀眼 不过脚上踏的地却一点垃圾也没有 我们如果培养它的参与感 我们先培养设计规划师 我们送志工到城大去做专业的信念 让他懂得设计演绎设计 懂得这个景观设计 懂得这个简单的工程设计 然后他共同参与 结果他弄出了好望角 是他参与出来 是他的作品 他就会去维护 而且他自己去使用 从一个个小地方开始着手 每个小空地都别有一番风情 串联出来的景致 没想到也让台南市的观光人潮越来越多 与八年前相比 竟然成长了256% 因为来到台南不止古迹好看 还有腐蚀即逝的好望角 今天看到很多景点 八个里纪念公园 拿到了巴塞隆纳的世界建筑奖 像水鸟公园拿到了盐野奖 拿到了卓卫建筑奖 然后现在的这港宾历史公园 它原来是港务用地 变成登录会的一个集办场地 百年古城现在又有了新风貌 导入了环保概念 变身成为全台湾最干净的城市 要把台湾的美丽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中文新闻台南综合报导 不顾位的高度 有新闻的城市 的城市 有新闻的城市 有新闻的城市